随缘不变无恶性故 非一就是说没有那个绝对的 那么非一就是说随缘不变无恶性故 那么虽然它变作种种相 可是真如还是一样 清静无相 所以呢 虽然随着诸法万事万物 可是真如它并没有差异相 因为如果随诸缘的话 那有世界有三额大地 有众生种种的差别 可是真如它没有差别 比如说真如 也在你身上也在我身上 佛性也在你身上我身上 可是不会随着说 它是地狱二鬼出生 那是你那是我 那真如就有不一样 真如还是一样清静无相 所以叫做非一 就是说 虽然它随于万法的缘 可是它体性还是一样不改变 并没有说 随着万法的缘 这个体性就有改变 所以叫做无恶性 那个性恒常都是一样 所以叫做非一 意思就是说让众生远离 这一个 分别 当跟他讲说非一的时候 众生以为说 哇那真如随缘 那真如就散在 种种缘当中啊 那么呢 那这样真如不就变成多了吗 变成多了 很多了吗 那么又所以就跟他讲说非一 虽然随重缘呢 有万法的差别 可是 这个呢 法性呢 还是一样不改变 不恶 不恶性 再来 非非一非非一 这个离戏论聚固 这是第三 第四呢 非一一聚 聚就是一一一 那么这个呢 离相违聚固 这个是讲 一一 所以不生 不灭 非有非五 非一非意 那么乃至 毕竟 无有一相而可得 就是说 这个菩提体呢 他是无相 所以不可以说 他是什么相 所以说离一切诸相 那么呢 吉明诸佛 他菩提是 没有相的 毕竟无有一相可得 不堕有无 一意 种种是具象 比如说 有无 或者是一意 或者是生灭 或者是来去 真减 种种 事具 所以我们说 不生不灭 不依不意 种种都会有事具 然后再来说 原菩提体的一切相者 说这个众生的这个清净法身菩提体他是离一切相 以内不可依言说取 亦不可依心念之 不可以依言说 所以说离 原相 文字相 名字相 所以不能用言说取 然后亦不可依心念之 所以就离心原相 即是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言语就是语言相 文字相 所以这个不是语言相 文字相 所能说的 心形触灭就是离心原相 离这个心形 心形就是能源 触就是所源 也没有能源的心形 也没有所源的触 所以叫做心形触灭 能源所源 都没有 所以方显 菩提 法体 那么当然 这个都是用语言来分别 像启信论说 离念 境界 为正相应 如果说 真的说离开语言相 文字相 离心原相 那个离念的境界 那么也只有说 如人 饮水人暖自知 为正相应 只有说 当我们知道那个境界的时候才能知道 现在没办法说 没办法说 没办法说 就是说 那就众生自己 我们自己如果有正道的时候 才能够知道 没有办法 言说 不要说这个佛法没办法言说 世间法都很难言说 对不对 如果你吃过榴莲 跟没有吃过榴莲的人讲 说榴莲是什么 简直是说不清楚 对不对 这个世间法你都很难说 他没有吃到那个水果的时候 你说什么叫做榴莲 我们就没办法说 对不对 那么我们 世间法 就是说他真的吃到了 他就知道 原来是这样 像之前讲的 如果说对于说 生下来就没有看到颜色的人 跟他讲白色 也讲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他从来没看过 所以这个言语是难说的 那么这里说 离念境界也是一样 离意原相离心原相 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 就为正相应 为正相应 所以才能够显示这个菩提法 就像之前有一个居士问 说这个禅宗 这个世尊 这个碾花加色微笑 说我有这个涅槃 妙心 实相无相 不利文字 实子人心 对不对 那 为什么又讲 念佛呢 那念佛是不是 就是着相 着相 那么有的人 就会有这种问题 那至于说 世尊 脸花加色微笑 那说那个心体 我们众生 到底知不知道 那个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这个 不利文字的 那一个 那也只有说自己 自知啦 对不对 如果真的肯定 如果有众生 有人真的肯定 说 我这个就是实相无相 我这是叫涅槃妙心 那这样子 是很好 就恭喜恭喜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念佛 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对不对 我们如果真的很肯定说 这个就是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那只有说自己 为正相应 为正相应 那么说 这个法体也是一样 也是为正相应 再来说 侯异大师说 此等开示 像这样的开示啊 本预言叫 非有非空 我们说 那么呢 本来是依照原教里面 非有 非有就是说 一切的 世间 初世间 一切的 分别妄想执着 全部通通是没有的 那么非空就是讲说 那么我们这个 菩提清静的 一真法界 意识境界 它本来具有无量的功德 清凉不便 自在意 等等 那么这个叫做非空 就是说我们 我们菩提心体 本来具有无量的功德 那么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它是存在的 叫做如实不空 那么非有就是如实空 就是众生的妄想执着 这个颠倒梦想 这个颠倒梦想 那么这些都是不存在 非有 所以本来 一元教师讲 非有非空门 三地 皆昔 非有非空 三地呢 空甲中三地全部都是非有 非空 非有就是说 他并不是 使有的 世间 出世间法 他都不是使有 可是呢 当我们能够 离一切相的时候 能够证得 这个菩提体的时候 他却具有无量的功德 所以叫做非空 反正这个法身 如来 并不是 像有的人 误会的 这样是断灭 所以叫做非空 再来说 大不般若多名词义 大不般若就是磨合般若 磨合般若 六百卷 包括金刚经 也是金刚般若 心经 这个 般若般若密多心经 大不般若 磨合般若 金刚般若等等 这个呢 通通是在 说这个意思 是 媚者不知 故 判作空中 那么 愚昧不知道的人呢 如果讲到 金刚波热 或者是讲到 新经的时候 就讲说这个波热 是讲空 一般人都会 做这样子 理解 那么呢 偶艺大师意思就是说 波热 讲一切法皆空 是为了要让众生 证得这个 清净 真如 清净法身 那么 简单来说 像金刚经说 若见 诸相 非相 那么见 诸相 非相 是为了让他 极见如来 让他见这个如来的 清净法身 可是呢 一般人都会讲说 金刚经都是讲空 心经都是讲空 那么呢 如果依照 偶艺大师的意思就是说 像地藏 不照这里说 佛陀讲一切法皆空 是为了要让众生 震得这个菩提提 震得这个如来的障 震得这个呢 见诸相 非相 才能够见这个如来 那么目标是为了要见如来 而不是为了要空而已 不是要为空而已 那么这里偶艺大师说 媚者不知 愚昧的人不知道 就说 金刚经都是讲空 心经都是讲空 心经跟金刚经都是在讲空 所以呢 把它判作空中 空中就是讲说 他们都讲元起性空而已啦 就像现在有人判说 这个般若都是讲元起性空 都是讲空而已 那么依照偶艺大师意思说 实际上 金刚波热 大波热 或者是这个波热心经 他是为了要让我们震得这个如来法身 目标是为了要正如来法身 不是要为了讲空 可是我们一般人现在讲说 佛门都是空门 佛门不是为了要叫我们空门 佛门简单来说 简单就叫做佛门 为了要成佛 所以叫做佛门 哪里叫做空门 空门是为了要成佛 所以就像这里 地藏菩萨说的 佛讲一切皆空 毕竟无所有 是为了要让众生证得佛 所以佛门就佛门 就好了 不要讲空门 佛门就是为了要成佛 那么地藏菩萨说 佛讲空是为了要证得这个菩提 这个如来 可是众生误会了 以为一切吧都没有了 一切吧不可得了 所以偶艺大师他说 一般人误会了 以为金刚心经都是在讲空 所以就说 菩萨是空中 这样的说法是不对 实际上 一友谊大师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空甲中 空中、向中、性中 都是一中 佛没有三中 就是一中 那是因为众生才会说 这个叫讲缘起性空 性空为名的叫做菩萨 那么讲虚妄为是的 叫做有中 叫做向中 讲如来藏叫做正常的 叫做性中 那个都是 我们众生去分的啦 或是现在的人 法师去给他分的啦 才会分说 三种 那么讲起来 好像三种中 合不来一样 像说 讲般若的 跟讲为是的 两个都合不来 然后讲为是 又跟讲如来藏的 又合不来 那么这样的话 所有的经论就变成互相矛盾 实际上三个呢 都是讲一法 那么 所以 不能够把他判作空中 所以 偶异大师说 媚者不知故 判作空中 所以 偶异大师还特别做 《金刚经破空论》 他促解《金刚经》 叫做 《破空论》 讲如来的啦 若见诸相非相极见如来 如来者及诸法如意 离一切相极明诸佛 都离一切相 见诸相非相无所住啊 都是为了要生其心啊 为了要证这个如来 为了要证法生 证这个真如的 所以不能把他 判作空中 所以他特别做一个 《金刚经破空论》 意思说 如果有人讲 金刚经都是讲空 心经都是讲空 这样的话呢 依照偶异大师说 佛陀不是这个意思啦 佛是说 讲《金刚经》 《波瑞经》 《心经》 都是为了让众生 证这个真如 证这个如来 所以不能把他 判作空中啦 所以现在 现在当然有些人 把它判作说 波瑞系统 如来脏系统 或者是说 为事的系统 然后把它分成这样子 然后把它分成这样子 实际上如果依照 佛的意思呢 或者是依照 祖师的意思 三个只是说 入门不同 他们到最后都是一样 一样 所以不能把这个《金刚经》 《波瑞经》 判作空 再来说 证明 谬经谬解 就是说 那么 因为佛为了让众生 证得这个法身 所以法身呢 是离念境界 离分别 离妄想境界 所以就要叫众生 离一切相 因无所住 无念 无助无相 那么这样子的话 无念无助无相 是为了呢 证得这个 如来法身 那么再来说 如是等说 顿跟众生不能结着 那么佛陀讲这个 众生能知道 说为无上道如来法身 但为空法 他把这个 阿尼多勒三秒三菩提 这个无上道 然后呢 跟如来的法身呢 他们把它当作空 然后一向必尽而无所有 以为呢 佛成佛以后 就一无所有 没有了 或者是 佛入涅槃 比如说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入涅槃 又有人说释迦摩尼佛就没有了 没有了 对有些人 当然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生长在这个大圣的环境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释迦摩尼佛入涅槃实际上没有入涅槃 释迦摩尼佛现在还在说法 乃至释迦摩尼佛现在对有缘的众生在他方世界 他照样可以视线八项成大 那么呢 释迦摩尼佛的净土啊 跟阿弥陀是一样 不像我们表面看到的有高山丘陵有地震风灾 释迦摩尼佛的净土就是跟极热世界一样 那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大圣的观念 所以我们会相信这样 或者说释迦摩尼佛现在在涉旧净天说法 或者是释迦摩尼佛现在在莲花杖世界 这个卢瑟纳佛还在说法 那么这个是我们因为有大圣的 思想 所以我们会相信这些 但是有些人认为说释迦摩尼佛已经死了 死了就没有释迦摩尼佛 那么所以说一向必尽无所有 释迦摩尼佛露面就没有了 那么因此有些众生就想说奇怪 释迦摩尼佛无量节那么辛苦休息修到后面八十岁就死翘翘 那最后得到什么 没有啊就得到一个极灭 有人会解释说 那么释迦摩尼佛得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极灭啊 极灭就是好像什么都灭啦 空无所有啊这样子 也没有生死啊 也没有痛苦啊 就好像一个虚无的一个极灭而已 所以有的人误会啊 所以但为空法 有人说释迦摩尼佛入灭以后 或者是成佛以后 就是一个极灭啊 就像阿罗汉啊 如果初三界在哪里呢 就在一个极灭的一个境界里面啊 极灭里面又没有人又没有众生 又没有言而彼舍生意 也没有痛苦也没有烦恼 什么都没有好像一个空无所有 那么众生就以为说佛也是这样 毕竟一向空无所有 然后其心却若未堕无所得中 那么众生就害怕 修到后面都没有啊 到释迦牟尼佛死了也都没有啦 对不对 难道我们修行就是把自己灭掉 灭掉以后全部通通没有了吗 然后一无所有 安住在一无所有的那个 虚无的境界 像这个佛法传到这个东方的时候 有些人也也以为说 佛法到后面就是虚无啊 跟这个道家讲的虚无一样啊 佛到后面我们说佛就是归空啊 归空就是没有了 没有不是跟虚无差不多吗 就有人认为说跟虚无差不多 所以有的人会害怕说 那我们呢 如果修行到后面跟佛一样把自我消灭 不是虚无了吗 所以说生断灭想 所以他会害怕 我们全佛就是要把自己都灭掉 灭到什么都没有了 他会害怕 然后所以害怕堕到无所有 做真简鉴 转起诽谤 自清清他 所以做这个真简鉴 那因此毁谤 毁谤佛法 你们佛法都是消极的 对不对 像以前常常批评说 佛法是消极的 把自己离开了这个世间 出世间 或者是离开世间 到最后归空 归于极面 亦无所有 然后呢 不是消极吗 归于无所有 所以 所以 洗毁谤 自清清他 或者是轻视自己 或者是 轻视他人 比如说对这些佛菩萨的圣人 那么这个身为圆解的圣人 轻视他 觉得说他们也都是没有 没有 再来说 注解说 遮浅情职 本位显示 法性 无分别体 偶异大师说 如来说法 让众生离开这个妄想 分别执着 离开这个妄念 本来是为了显示这个法性 菩提体 如来藏 这个无分别体 而且这个如来藏里面 还有清净的无肉的 长恒不变自在的功德 还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妙用 本来是为了要显示这个 可是顿根 水与谬节 顿根的人他就误会 一向未空 一向就害怕说 如果我们都像佛这样 都归空了 都没有了 对不对 都入灭 或生孔畏 或计断灭 或产生了恐惧 畏惧 恐怖畏惧 或者执着断灭 佛成佛以后就没有了 释迦牟尼佛入灭也都没有了 如果我们不相信有这个 清净法身 披露真那佛的话 或圆满报身的话 那么释迦牟尼佛既然灭了 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就执着断灭 再来说 为则作真剑而转起毁棒 真就是真家 为什么叫做真剑呢 本来知道说一切法皆空 那么是为了要让我们断这个分别之作 可是他因为误会反而增加毁棒 叫做真剑 做真剑 就是说 本来修行佛法 是为了要让我们离开分别之作 可是他这个误会 误会说佛 你们佛教都是消极的 那么佛法呢 都是叫人家出世的 都不注重世间的 那么都叫人家离开 这些世间的 都不注重这些 世间法 或者是说 不注重世间人 社会 不关心社会国家 等等的 那么他起 毁棒 毁棒 所以叫做真剑 那么呢 就是说 本来没有学佛 还没有毁棒 一学佛 要毁棒佛 那么叫做真剑 为非佛说 认为说 这个不是佛说的 佛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呢 这个就是说毁棒 既则作简剑而自清清他 既就是执着也断灭 断灭 而自清清他 自清就是 轻视自己 轻他就是 比如说三圣的圣人 身闻缘觉 菩萨跟佛 那么呢 轻视这个佛菩萨 或者有人以为说 既然就是断灭了 那么我们干脆死一死算了 死了以后跟佛一样 能死了 就也是归断灭了 所以这个断灭见 所以轻视 为什么会轻视圣人呢 有的人他误会说 反正佛就是入极灭 归空 阿罗汉也是一样 那跟我们死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死也都没有了 所以就轻视那个 圣人 有的人以为说死了就能够解决了 或者是有些外道 他以为说 人死了 那么呢 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叫做自清 清他 清这个圣人 未归断灭 那么这个 明不解净 再来两百事事业 那么地藏菩萨这个 明善说 那么这个是误会的人 佛说 一切法皆空 是为了要让众生证这个菩提体 可是众生 只有误解在空上面 不了解说 佛是为了让众生 证得这个菩提体 那么 244页就是 地藏菩萨 对于这样子的众生 他不解的人 他要说法来去除他们的这个疑惑 这个我们等下再讲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地藏菩萨说 如果有前面的状况 我即未说如来法身自性不空 有真实体 前面有的人不解佛的意思 以为说一切法都空 然后做到灭想 那么地藏菩萨说 如果有这种以为一切法皆空 做到灭想的人 我就跟他讲说 如来的法身 他自性不空 有真实体 这个如来法身 一时境界 这个如来杖 有真实体 巨主无量 清净工业 巨主有无量的 这个清净的 功德 业就是业用 功用 比如说我们众生 本来就有这些智慧 妙用 那么包括我们说我们有六种神通 那么这都是用 所以无量的工业 从无始始来自然圆满 非修非作 从无始以来 我们众生心里面自然就圆满 本来就具足了 本来众生心里面就具有这些功德 这些妙用 非修非作 这个不想修行 不想造作 本来就有 我们不用向心外去追求 非修非作 就是说本来具足 乃至一切众生身中 亦皆具足 不只是佛菩萨具足 乃至一切 现在虽然是 凡夫轮回生死的众生 可是众生身中也都有具足 这个如来法身 不变不易 无真无解 从来没有变化 也没有改变 虽然众生在生死中 可是这个如来法身也不变 那么众生在轮回 这个法身也不易 众生在于次无明 这个法身也没有解 那么成佛以后也没有增加 那么这个法身 具有这些功德 注解说 此一元教有门 直显法身中道之体 这个是一元教来说 以有门来说 众生具有这个无量清净功德 所以叫做有门 但是要以元教来说 有门 那么之前法身中道之体 这个法身中道之体 诸佛众生平等具足 非断灭也 诸佛跟众生通通一样 并没有断灭 所以佛成佛以后 并没有断灭 乃至我们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将来 入灭灭以后观世音菩萨成佛 那么入灭灭以后阿弥陀佛跑去哪里 我们众生就在想说 阿弥陀佛入灭 观世音菩萨成佛了 阿弥陀佛跑去哪里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 入灭灭 那个也都是硬化 硬化佛 如果说依这个报身佛来说 释迦如来跟阿弥陀佛 这个报身 叫做有始无终 当这个诸佛一正到法身 这个报身 它就无穷无尽 永远不会消失了 阿弥陀佛也好 释迦如来也好 他们一正到他们的报身的时候 智慧静未来记永远都存在 功德福报庙用慈悲 都是静未来记永远都会存在 不在于说 他入灭盘 释迦牟尼佛八十岁 或者是阿弥陀佛虽然有无量寿 可是他也会入灭盘 有一天观世音菩萨也要成佛 那么可是 那个都是讲硬化 硬化的时候有生有灭 所以我们讲这个硬化身佛 有生有灭 有始有终 有开始也有结束 所以释迦牟尼佛 硬化在沙卜世界的时候 就两千多年前或三千年前 在这个印度 他有始有终 那么报身 有始无终 报身佛一成佛以后 静未来记 这个智慧功德福报 神通妙用 有始无终 所以释迦牟尼佛虽然入灭盘 可是报身还是一样存在 阿弥陀佛有一天也会入灭盘 观世音菩萨会成佛 阿弥陀佛也都没有消失 那么法身的话就无始无终 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所以说硬化身有始有终 报身有始无终 那么法身也是无始无终 不生不灭的 那么这里说原教友们 就是说这个法身 他有这些功德 都是具足 那么众身跟诸佛都是平等 没有断灭 所以释迦牟尼虽然入灭 可是他也不灭 他照样对有缘的众身的说法 那么为什么会入灭 那是因为我们沙伯世界 众身没有缘 我们这个世界众身没有缘 都见不到佛了 所以佛就没有存在这个世界了 那么对于有缘的众身 他可能又在视线 这个降生要做太子 要出家修行 成佛说法转法轮 然后在视线入涅槃 照样继续八相成大 那么对于菩萨来说 在华藏世界 或者是对于这个二圣来说 他们在色旧近天 都照样在说法 在这个华藏世界 照样一样在说法 华燕金所说的世界 那么这个都是 本来就没有断灭的 所以叫做非断灭也 如是等说能处 却若是名安慰 这个第二种的人是以为说 如来讲说一切法 世间出世间法 都是体空无所有 毕竟体空无所有 那么有些人就以为说 都是空 空以后就产生畏惧 害怕堕入空 堕入断灭 甚至毁谤 说佛最后都也是空 跪于空 那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说 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佛 或者是说 没有佛在这边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果报 我们的果报 我们没有那个因缘 我们见不到佛 并不是佛不视线 也不是佛不救众生 有人就会想说 如果这个世界有佛多好 那并不是佛不救众生 也不是说佛不视线 而是我们众生自己 障碍自己 所以我们见不到佛 所以佛并没有断灭 所以地藏菩萨说 如是等说能处缺弱 世民安慰 那么对于有些人 他不了解 再来第三个 庚山 未忘记自然 安慰那个忘记自然 忘记自然就是 本智具足 他以为说本智具足 那就不用修了 那么再来经文说 幼父愚痴 兼子众生 文如是等说 义生怯弱 有的人 愚痴的众生 听到我说 我们有如来的法身 本来具足无量的功德 有的人听到这样说 他也会执着 然后义生怯弱 怯弱 怯弱就是不修善法 不修行 叫做怯弱 这里的怯弱就表示说 他不想修行 听到这样他不想修 那么他说 为什么呢 以取如来法身 本来满足 非修非做相顾 因为前面地藏菩萨说 如果有人取空的人 我就会跟他讲说 如来的法身 本来满足 就是本来具足 我们本来法身原来圆满具足 然后非修非做相 不用修 不用做 我们本性就具足 那么有的人一听到这样 又起执着了 他说起什么执着呢 245月说 起无所得相而生怯弱 或计自然 堕血导箭 那么呢 想说 我们佛性 本来就具足了啊 那我们修行也不会增加啊 不修行也不会减少啊 那何必要修行呢 所以起无所得相 而生怯弱 就是说 既然都本来就具足了 那么佛呢 圆满菩提呢 也是一样不增不减啊 我们也凡复不减啊 再胜不增再凡不减啊 那么我们就是佛啊 我们跟佛平等一样啊 佛也没有高啊 我们也没有小啊 就好像有人说 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啊 佛没有高啊 众生没有低啊 那佛跟我们众生一样 我们也跟佛一样啊 那么何必要修呢 所以起无所得相 而生怯弱 那么他或计自然 计自然就是说 我本性就具足了 自信就是佛 拜什么佛 自信就是佛 不用念佛 我们心就是净土呢 我们不用呢 去极乐世界 剁邪导剑 剁这个呢 颠导剑 邪剑 颠导剑 那么这个人呢 他就是听到说 佛陀说 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法身 本来具有无量的功德 不假造作 不假修行 那么这个人听了以后误会了 以为说我们不用修行就可以成佛了 我们本来就跟佛一样啊 我们也没有比佛差啊 对不对 我们心就是佛啊 那么产生这个自然 既自然 就是说他不用修行啊 所以跺邪导剑 祝节呢 偶尼大师说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虽然说 我与阿尿多了三秒三菩提十五所得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如果以金刚经里面说 我与阿尿多了三秒三菩提十五所得 如果我有所得呢 燃灯佛就不帮我授记叫做释迦牟尼佛 或者金刚经里面说 如来与燃灯佛所依法有所得吗 基菩提说 如来与燃灯佛所依法十五所得 我虽然圆满菩提可是实际上无所得 为什么呢 一切都是我本来具足 所以我成佛以后 释迦牟尼佛说他成佛 得到这些智慧 功德 神通 妙用 实际上本来自性就具有这些功德 所以众生看我好像成佛得到很多 实际上我都没有得到 这个都是我本性本来具足 所以叫做圆满菩提贵无所得 我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师物所得 再来说 以无所得则无所不得 故得大用献钱恶力满足 那么呢 实际上无所得 应该说无所住 因为无所住啊 所以无所不得啊 无所住所以无所不得 所以大用献钱 大用献钱呢 就是说心性的妙用 献钱 恶力满足 恶力就自利利他 因为无所住啊 所以他的心性的作用 功德就显现了 再来说 而比旺其无所得相 则以不可臭薄而生怯弱 那么有的人呢 以为无所得 那么无所得呢 以不可臭薄而生怯弱 臭就是亲近啦 薄就是停留啦 臭就是说 接近接近的意思 那么薄呢 就是停留的意思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一切把必进空啊 我们没办法靠近啊 也不能停留啦 所以像波热像大火炬 不能停留啊 那么既然都不知道 无处下手啊 无所得啊 所以他产生怯弱 产生怯弱 以为说 一切把必进无所得 那么呢 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那么不可臭薄 就是没有下手处啦 对不对 所以说 像禅宗说 这个此事无门关啊 这个没有门的地方啊 没有门可以进去啊 不晓得从哪里进去 那么所以 不可臭薄而生怯弱 然后再来 又忘记身佛 平等不假休息 那么他执着说 哎呀 我们众生本来具足啊 我们众生跟诸佛都是平等啊 我们不用念阿弥陀佛啊 不用求菩萨啦 我们自心就是佛啊 所以不假休息 不用修行啊 不用修行啊 为什么呢 就是佛性 听到众生就是诸佛啊 那么呢 我们众生就有佛性 则自行贪慧 无缠此心 听到说 一怒痴就是佛性 贪生痴就跟戒定会平等 所以呢 自行 放任 自就是放任 放任这个呢 贪心 称愧 就像有听到经里面说 贪心就是道 称心就是道 经典里面讲说 坦诚就是道 就是讲说 我们呢 佛法并不离开烦恼 菩提不离开烦恼 可是 菩提不离开烦恼 烦恼就是菩提 但是并不是叫我们去执着烦恼 可是有的人呢 以为说 他 对